Hello 专业家们 今天企业经营来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许晨如何成为有效学习的高手的第四讲 在十一柱形上训练专注力 在前几个影片当中 我们已经知道了 哪种学问适合用哪种学习方法 而当我们学习方法都已经知道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拼的是什么 就是专注程度 因为一个人做事与学习的专注程度 将会决定做事与学习的效率 可能有人会开始问说 如果我的专注力差 我要怎么通过学习来培养和提升自己的专注力呢 许晨老师这边说啊 我们要试着在十一柱形上面训练专注力 也就是我们要试着在生活当中训练我们的专注力 可是要知道哦 平常的生活本身并不能训练人们的专注力 可是假如我们试着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去营造一些仪式感 将会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注意力 许晨老师这边跟我们分享了 如何从四个方向营造仪式感 以及如何提升我们的注意力 第一个方向是 购买昂贵的学习工具 既然我们谈到学习 那就一定要谈谈 我们要买什么样的学习工具 许晨老师这边建议啊 如果你要学吉他 就买贵的吉他 如果你要学电脑 就买贵一点的电脑 如果你想要学习一样东西 需要工具的话 你就买贵一点的 为什么 许晨老师这边拿自己当例子 他说啊 他小时候 从四岁到十二岁的时候 总共念了八年的小提琴 这八年的练习 一直伴随着痛苦的回忆 但其实这一把小提琴 并不是他所选的 是他们祖先传下来的 所以他在练习的时候 会非常的痛苦 而他在二十六岁的时候 开始学吉他 他当时候 花了四万七千块人民币 买了那一把吉他 哇哦 你想想看 四万七千块人民币 这合台币也有二十几万 说到这边 你可能会以为 许晨老师在炫富 他其实是个有钱人嘛 但说真的 他买吉他的钱 是跟朋友借的 他用一年的时间 把这个钱给还清 他说啊 他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这一把吉他 会让他更愿意 每天至少练四个小时 你想想看 你抱着一把二十几万的吉他 你每天少弹一分钟 都是一种浪费 而许晨老师也说过 他假如买的是一把几百块钱的吉他 很可能一下子就把这个吉他 不知道扔到哪一边去了 而以我自己来说呢 在学习网路行销技术和知识的时候啊 我早期呢 也上过很多便宜的课程 也买过很多便宜的线上课程 说真的没有几个有看完 当然做的成果也是李李辣啦 可是后来曾经有一次呢 我看到一个课程非常的想要学 但这个课程非常的贵 将近要五万块 为了要买这个课程 为了要能够分期付款 我甚至还去办了信用卡 虽然这一门课这么的贵 可是却也是早期呢 我真正用心学完的一门课 并且也奠定了我网路行销的基础学识和技术 但不管怎么样 一谈到花钱 总是会有人说自己很穷 那可不可以先花便宜的费用 买便宜的工具 等到学习上手之后 再去买贵一点的工具呢 其实啊 许晨老师说的意思是 关于买学习工具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不是要花到请家荡产 花到没钱吃饭 而是要花到 稍微让自己心疼一点 就算达到效果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会更愿意花时间 在这些东西上面 要不然 如果你花钱买了这个学习工具 如果你花钱买了这个课程 不会让你有痛的感觉的话 其实 你很快就会厌倦这个工具 这个课程 而且啊 换个角度想 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笔钱 拿来买贵一点的东西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钱 去买其他便宜的东西 而当我们拥有的东西少一点 购买的课程少一点 我们就越有机会 专注在我们手头上 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啊 第二个营造生活仪式感 训练专注力的方向就是 学会一个人好好吃饭 这边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尽量吃好一点的 尽量少吃素食 尽量少吃外卖 为什么 因为你吃那些素食外卖 吃那些便当盒 都会缺乏仪式感 如果你能够试着学习 好好做一顿饭给自己吃的话 这个就是营造仪式感 非常好的行为活动 当你能够透过做菜 去关注到你的生活 当你能够透过吃得更好 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你也就可以在不知不觉当中 更专注的在你的生活上面 让你的专注力 得以更加的提升 许晨老师这边分享的第三个 营造仪式感 提升专注力的方法就是 使用小范围的台灯 它原本的标题是说 使用投射灯 就是说啊 我们尽量在工作和学习的环境当中 尽可能用那一种 灯的光束 能够聚集在一个 比较小范围的那种灯 灯光一打下去 会让你有点像在舞台上的感觉 会让你有一种 周围都是黑黑的 然后只有你在的那个地方 有光线的那种感觉 这就有点像图片 这个小范围的台灯一样 它能够照亮的 就是它灯下面的那一个区块 而整个环境周围暗暗的 会让你不会去注意到他们 这有什么好处呢 这会让你更加专注的 在你的工作或学习上面 而不会被电视啊 音响啊 床啊 那些会分散你注意力的东西所影响 然后啊 许晨老师这边也说啊 这样做也有一个坏处就是 你可能会一个不小心 过分专注 而且沉溺于工作或学习当中 你也可能在这个环境里面 吃完晚饭时 开始你的工作或者学习 可是一回过程来却发现 天已经亮了 最后啊 许晨老师分享的是一个 平常生活当中 影响人们专注程度 非常大的因素 就是高质量的睡眠 一旦人们的睡眠不足呢 就很难做到专注 在这边许晨老师说啊 我们最好困了就睡 不要到那种已经困得不行 还要硬撑的做事 这样的做事呢 其实效率是非常低的 倒不如立刻进入到高质量的睡眠 睡醒之后再起来做事 还比较有效率一点 听到这边可能有人会问 如果我睡眠很浅 我有时候睡了很久 可是却还是很累 可以怎么办呢 其实这边许晨老师说啊 最好可以透过运动 像是健身 像是跑步 像是游泳 像是骑脚踏车等等 活动你的身体 让你的身体够累 让你的身体能够快速进入到 高质量 而且深层的睡眠品质当中 OK 今天分享的影片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网络行销商业模式上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拿出手机扫描画面当中QRCO 到我部落格去看更多哟 我是华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看完今天影片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又不想错过下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从FB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点击抢先看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又或者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到我的官网上去看看哦 你会订阅我的官网上去看更多的 我可以订阅我的官网上去看更多的